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对上一讲视频的一个补充 我们上一次的视频呢 我们打开的是这个run.bat的这个程序 那么下面呢还有两个程序 一个是run.anime 还有一个run.realistic 那么这个anime呢 就是动画的意思 下面这个realistic就是真人的意思 其实这两个启动程序呢 和第一个启动程序打开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 它主要是给你设置了两个预设 一个动画的预设和真人的预设 它的预设在风格选项这里面呢 给你预设好了动漫的风格 在模型选项卡里面 给你设置好了它要使用的这个模型 还有它的高级的选项参数 就是一些预设的参数而已 那么其实你在focus这个文件夹里面 你可以找到presets这个文件夹 将这个文件打开呢 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anime的jess文件 和realistic的jess文件 它利用了就是这两个预设 我们可以打开 这两个jess文件看一下 它的这个预设 它的内容呢 就是一些设置的参数 主要是针对你如果生成动漫 你可以启动这个动漫程序预设 如果你是真人的话 可以启动真人的程序预设 这些预设在生成 不管是生成动漫 还是真实的人物场景 它的一致性都挺高的 这是官方生成的 一些样力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你启动 这两个程序之前呢 它会下载不同的sdxr大模型 那么你可以来到 它的官方的这个连接地址 你可以预先呢 将它的这个模型 连接 都制到你的下载器里面 将模型呢 先给它下载好 放入到checkpoints 的文件夹里面 这样的话 在启动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去 自动下载这个模型了 这样的话 你直接能启动这个程序 先下载好这些模型 再去启动这些预设 是比较快速的选择 那么今天的focus官方 又给我们更新了 其他的三个预设 一个默认预设 还有一个 SAM的 还有一个sdxr的预设 那么这些预设 我们 如何打开呢 我们来到它的根部录里面 其实呢 我们只需要 复制我们这个 启动程序 然后呢 在编辑里面 我们讲 把后面的这个 杠杠 Precise 后面的这个参数 这个名字 给它改一下 将这个anime呢 给它改成我们 jason文件的 文件名 就可以了 后面的.jason呢 可以删除掉 不要 只输入前面的文件名 就可以启动 jason的预设 除了这些 jason预设的 我们也可以 创建自己的预设 就是在我们的 focus这里面 我们设置好这些参数 和风格之后呢 我们可以将这些 风格参数 给它复制到 jason文件里面 比如说对应的模型 经修模型 还有laura模型 下面的采行器设置 将这些参数 一一对应 修改到这个 jason文件 文本文档里面 之后呢 代表我们已经保存了我们自己的预设 我们下次 自己创建一个 启动程序 将后面的这个预设呢 给它修改一下你的 预设jason文件名 这就是你自己的预设启动器了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样操作起来呢 可能感觉比较复杂 但是我觉得之后呢 Focus作者 会将这个Focus呢 做得更人性化一点 更方便一点 那么今天呢 关于这个Focus呢 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下一次视频呢 将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这个 它这个图像缩放 放大之后呢 它的这个放大模型呢 和我们 Sleep Diffusion 或者是 Covid UI 放大模型 进行一个对比 让大家看一下 它的效果如何 今天的视频分享呢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呢 对你有所帮助 那么请微博点击关注加三连 这样的话 可以帮我增加平台的权重 那么谢谢大家 是 谢谢大家